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本港国家安全风险仍然存在 对于政府最迟 明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他说政府必须做好解说 条例一定要管用 一定能够防止到风险 我想这个很重要的 难与不难 我想是看实际需要 因为我们参考近期 看我们英国国家安全的法案 是很难下的 那我们是否情况要去到哪呢 我想要看我们本港的情况 必然是我们参考的其中的起点 但是当年2013年 到现在特别经过2019年 社会上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也就是2019年进遍 我们在香港面对的 香港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风险 这都吸取当年经验 我相信我们在解说的工作方面 要是做得特别好 才不会让别人有机会 来挑动 说这个法例 其实是有什么不好啊 恶法啊 这样